好 我們才也跟大家吃個禮 跳著動感的機械舞 孩子們熱情為高雄亞灣區內 最大的時代公園啟用 落開序幕 緊鄰捷運輕軌的特色公園 華麗登場 期待讓亞灣觀光魅力大爆發 市長陳其邁表示 他上任後公園相關建設 預算增加約10億元 今年底預計完成33座公榮公園 未來將朝擺坐目標前進 這個土地的價值大概 大概100億以上 是地點非常好的地方 緊鄰兩個捷運 那步行五分鐘就到 各位看到輕軌也剛剛經過 那周邊的機能也相當的不錯 那所以未來配合我們亞灣2.0的計畫 半導體的S郎帶 那大量的青年或者是就業的人口 那對於公園的需求一定是非常的高 那總共在這裡有9個遊戲區 16項的這個體建設施 那可以說是全齡 共榮的這個需求都能夠滿足 和小朋友一起當特色鞦韆 市長陳其邁臉上充滿笑容 時代公園為了滿足各年齡層需求 不僅有多種兒童設施 另外還有設計給青壯族群 和年長者的健身訓練套組 市長致辭時也邀請市民朋友 一起來體驗 高雄立退亞灣2.0計畫出了重大建設 與吸引頂尖科技大廠聚集之外 為了兼顧生活空間和品質 市府積極開闢多個公園 時代公園為亞灣區內最大地景亮點 提供居民晚善的休憩場所 也期待吸引觀光人潮 記者 邱玉婷 關莫如 高雄報導